大家好 欢迎收看 股市罗宾看 股市罗宾 台股在历经四天的一个上涨之后 我们看到今天出现了一个压回 行情开低之后就一路都在盘下 当然对于今天的一个下跌 很多人会讲 因为昨天美国跌 没有错了 昨天是美国跌 造成今天因为台积电的一个压回 也让整个指数出现了开低走低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 这段时间我讲过几次了 我是一直告诉各位 现阶段的一个台股 当然多方握有绝对的一个主控权 可是怎么样 行情并没有 能够怎么样 急行军连续急涨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他会用一个震荡碎步前进的方式 也是在震荡中行进 用一个进二退一 又或者进三退二的模式 慢慢怎么样 把这个指数往上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涨了三天之后 今天出现压回 有没有在我们的规划跟预期里面 所以我想对于大盘的部分 也不用再多讲什么了 对不对 重点是什么 重点我也跟各位讲过 即便大盘目前欠缺所谓的一个连续急喷出的 这样的一个条件 指数会在一个来回的震荡的过程里面 慢慢的往上推升 换句话说 指数的空间不大 但是也因为指数的空间不大 反而造就了在本梦比行情启动的一个情况之下 会让一些明年展望 还有明年的一个趋势 是被场内或被市场所认同 所确立的这些标的 反而会在本梦比启动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会一档接着一档地喷出去 而且一发动就是喷出 一发动就是喷出 那你说今天 昨天11月 这个11月的应收已经全是公布完之后 你说现阶段 盘面上有没有喷出的股票来 3508的位数 大盘今天跌 大盘今天跌了107点 盘中甚至于跌了156点 你看 位数开小低盘出来之后 就一路都在盘上 甚至于尾盘还攻上掌停板 各位朋友 位数我第一天讲 位数今天第几根掌停板 我们来算一下第几根 从礼拜一拉出第一根 礼拜二第二根 礼拜三 礼拜四 从礼拜一到今天 礼拜四也不过四天 四天的时间拉出四根掌停板 有没有喷出 来 这辆股票我什么时候 带会员买进什么时候 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 11月8号是不是礼拜一 礼拜一的早上 9点43分 我都欢迎会员 每一个会员你都对时对价 有没有 43分 会员请买进元宇宙 元宇宙 3508位数 9点43分在哪里 来 当天位数开小低盘出来之后 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在盘下 后来回到了盘上 也不过就在平盘附近 然后一路到什么时候 一路到了将近11点钟的时候 才一阵急拉 换句话说 这档股票在它发动之前 其实你有将近四个钟头的时间 可以很充容的布局 有没有 而我们在9点43分买进 是不是在这里 是不是在这里 是不是在发动之前 我就带着会员开始做布局 甚至于我们在买进的第一天 我们就在节目里面怎么样 公开给大家 有没有 从这一天开始 甚至于我说过了 纵使你还不是我的会员 但是你想跟上的 你只要当天11月8号忘记的 又或者不确定我有沒有讲过 我都欢迎 我说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我都欢迎投资朋友 你可以去回顾看看 我礼拜一的节目 不管从非凡的官网也好 又或者从YouTube上面 你自己去看 我有没有邀请各位 我说你只要登记完成 你只要登记完成 这档股票 礼拜二我带你买 礼拜二我们有没有买 来 先看我们怎么带会员 礼拜一拉出一根掌停板之后 礼拜二怎么样 会员请加码买进 最新锁定的元宇宙 3508位租 股价经过整理之后 要走第二波 第三季的获利已经转亏为盈 原本是亏损变成赚0.34 9月的EPS也是顺利由亏转盈 接下来就是要反映 元宇宙的一个大题材 它是在宏达电的供应链里面 最直接受贿 而且股价怎么样 当时多少 三字头有没有 三字头有没有 后来你看 这是我在9点38分 我都欢迎对时对价 有没有 9点38在哪里 在哪里 有没有在这里 有没有在这里 我需要带你追高吗 我知道盘面上有很多的专家 权威名师 他们的操作模式都是怎么样 快涨年的股票带你去追 带你去抢 我不予置评 但是你认识我这么久了 我需要这么做吗 不管是礼拜一 9点多充容了买也好 或者礼拜二 趁拉回买也好 我都纵使你不是会员 你礼拜一来登记了 礼拜二你自己告诉我 是不是一样来得及 是不是一样来得及 只是我会员 因为他越早 本来我的会员就是跟进我的脚步做 所以他们越早跟上我们的脚步 他就赚越多 他都赚了一根 有没有 所以从礼拜一礼拜二 充容了买进充容了加码之后 到了礼拜三 昨天 无三不成礼 第三根掌停板入带 而今天怎么样 今天你看到了 大盘今天大跌 跌了107点 他怎么样 他还是漂亮的拉出第四根的掌停板 原宇宙是不是明年 一个展望 或者说期待值非常高的一个产业 那相关的股票 相关的股票 我当时有没有告诉各位 当时当然原宇宙谈的人很多 可是你想想看 这段时间大家都叫你追什么 或者说前一段时间 大家讲原宇宙的时候 第一个叫你去追宏达电 有没有你自己最清楚 对不对 而回想一下当时我告诉你什么 我说宏达电 这个题材 它算是核心的一档股票之一 所以它不是不好 但是大家都在讲它 对不对 我只告诉你几个字 人多的地方怎么样 不要去 我会帮各位规划跟掌握另外一档 甚至于是两档 有没有 但是我们一次只做一档 两档或一档 一样题材 可是怎么样 接了下来 它的空间更大 速度更快的股票 所以当时我们帮各位掌握了位数 你自己说 到今天四天四根掌听板 而同一个时间 宏达电今天甚至于达到了跌听板 谁比较强 是不是位数比较强 而我有没有帮你掌握到 有没有 你当时去宏达电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那你自己最清楚 对不对 那除了位数以外 来 今天威圣一样 也是元宇宙的题材 今天威圣有没有 也是拉出第几根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也是拉出第四根的掌听板 那威圣我第一天讲 跟威圣一样 我今天第一天讲 威圣我是不是讲了更久 上个礼拜记不记得 上个礼拜在11月2号 我是不是卖掉了三档车用的股票 美其马 宏辰跟谁 跟同心店 有没有 我说过因为本身盘面在轮动 即便是盘面的主轴 盘面的强势股 它也在轮动 尤其不管是宏辰也好 不管是美其马也好 不管是同心店也好 我们都是在发动前买进 就好比这一次的威圣跟 这个威圣有些都在发动前买进 尤其你说 像美其马 120涨到180 短线涨到50% 该出一趟我就先出一趟 即便我还是看好车用 我不留恋 做股票不是跟他谈恋爱 对不对 所以我11月2号 出掉了三档股票 各位应该都非常清楚 因为按照惯例 我卖掉的第一时间 我就在节目里面公开给大家了 好 当天卖掉之后 有没有 11月2号卖掉之后 我们做什么事 我们是不是趁拉回 我们要会员趁拉回 怎么样 逢黑买进2388威圣 一样元宇宙的大题材 对不对 而且怎么样 威圣又是有获利的公司 跟这个位数是一样的 来重点 欢迎对时对家又来 有没有 几点钟 一点钟 一点钟 来 一点钟 11月2号 9点开盘 10点 11点 12点 一点 在这里 我请问各位 有没有趁拉回买进 有没有买在盘下 有没有逢低布局 买得轻松 买得安心 买得低 买得到 买得多 有没有 而且买进当天 你看我们买在这里 当天收盘已经回到盘上 你买在盘下 当天收盘就回到盘上 不敢讲大赚 但你也没有已经开始赚钱 你买进了第一天就开始赚了 你已经先立于不败之底 有没有 而且是逢低买进 接着下来第二天 11月3号 威胜呈现拉回 拉回怎么样 我们再买 有没有再买 来 11月3号 11点 1分 来 2388威胜 请会员在这边买进 趁拉回的时候买进 有没有 来 9点钟开盘 10点 11点 11点在这里 11点1分 有没有 在盘上还是盘下 是不是还是在盘下 趁拉回买进 我有带你追高吗 我需要带你追高吗 后来 有没有 慢慢的慢慢的吐啊吐啊吐啊 到了 收盘又回到盘上 甚至于怎么样 已经进入到什么 7字头 当天的收盘已经到70.9 到7字头 而我在带你买进 你看 当天的 低点64块6 我不要说我买在最低了 但至少 11点1分在这里 平盘是69 你是不是一定是买在69以下 来这里 我们当时趁拉回买进 平盘是68块3 你是不是你的成本 一定在68以下 不要说你买到最低了 至少你都买在68以下 对不对 那在布局的前两天 当他股价回到70块 有没有 当天的收盘70块9 我说过我不敢讲大赚 但至少你已经开始赚钱 有没有 你一颗买起来 除了说你连续的买进 你重压 对不对 效果会比人家好以外 你是不是买起来也安心 因为你一买就赚钱 一买就赚钱 所以你抱起来就很安心 那更不要讲 后来 对不对 这个礼拜一一发动 你看礼拜一你都还有机会买进 礼拜一你都还有机会买进 纵使你没有像我们怎么样 买在前两天趁拉回的时候 就算礼拜一他要发动之前 你都还有低点可以买 跟刚刚的位数一样 你看礼拜一发出 进攻到第一支以后 有没有 当天就到七字头 76块半创新高了 接着下来礼拜二一样 两天两根变了八字头了 到了昨天第三天 礼拜三第三根入带 而今天怎么样 今天拉出第四根的涨停 你看 今天第四根的涨停板 已经来到哪里 已经来到101块半 已经来到101块半 变成三位数的股票了 我带你买的时候多少 68以下 对不对 刚刚白紫黑字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六字头的股票 涨到今天变成101块半 哪一个没有赚到 你告诉我 就算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看节目 你也能够赚得到 同样是元宇宙 人家追红达电 一样红达电 我认为他还有机会 没有错 可是我帮你掌握的位数也好 帮你掌握的一个威胜也好 有没有比红达电强 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你看 在发动前买 不仅在发动前买 还是趁拉回的时候买进 后来一口气涨到101块半 你自己算一下 四天的时间涨了多少 涨了57.1 涨了57.1% 掐头去尾了 算50%就好了 人们说57% 就算50%就好了 四天的时间涨50% 50%是什么 50%代表说 如果说当时 我的会员也好 或者你当时看了节目 因为当时我在买的时候 我在节目讲的时候 它还没涨 对不对 所以你也可以很充容的 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 有没有 你如果说当时你拿100万 跟我们买威胜 到现在 涨了50%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的100万已经变成150万 你已经赚了50万 那如果200万呢 200万 这几天下来你已经赚了100万 已经变300万 那500万你自己算了 对不对 位数也是一样 位数我们来看 位数从当时 低点在32块多 有没有 涨到今天的高点 涨停板多少 49块 有兴趣你自己算一下 差不多也是50% 40几%接近50% 也是一样 50%就是我刚讲的 100万就是50万 200万就是100万 重点是几天 四天 从礼拜一到今天 礼拜四 细干了细干 重点 而且还是大盘大跌的时候 所以我说过 或许指数的空间 在短时间之内 它是在震荡间行进 可是在本梦比的发酵之下 这些具备明年展望跟期望值的股票 一发动就是喷出 有没有 有没有 本梦比我讲多久 我讲多久 我有让你失望吗 我有让你失望吗 好 那 我说过了 现阶段的操作 本梦比你也看到了 一发动这些股票 就是喷出去 有没有 甚至于你看来 除了元宇宙的概念以外 今天还有一张股票涨停板 叫做建汉 今天怎么样 今天创新高 今天正式发动 今天正式发动 今天创新高 来 看 这档股票 我在 11月4号 11月4号在哪里 是不是这里 拉回整理后 转强的第一时间 我们在这一天买进 有没有 在这里 就在这里 而且是一开盘的时候 K线你看得懂吗 开盘在这里 有没有 收盘在这里 所以才会拉出长红 所以我不是等到涨上来 我再跟你放马后号 来 看 我们这一天买进之后 然后到了9号 有没有 9号在哪里 9号在这里 这边买 这边在加码 有没有 请买进低轨卫星 讲到低轨卫星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过 明年展望 除了车用以外 元宇宙还有就是怎么样 就是低轨卫星 它三个会轮动 这个我讲过的话 这个都 真的讲不了 假的 这个都可以去印证 对不对 那你看 一样有没有在发动前 最重要是在发动前 在他今天创新高之前 有没有带你怎么样 充容的布局 今天一发动 一根掌听板 有没有喷出 有没有喷出 所以你看 我告诉我的会员 恭喜大家3062建汉 强攻掌听板 昨天还预告 低轨卫星要发动 今天果然攻上去了 有没有 还需要说什么 甚至于今天这档股票 5222的全讯 还没有正式喷出去 可是今天已经让你 创新高看到了 已经告诉你 它准备要涨 这档股票 我昨天有没有讲 10月的营收衰退 有没有 可是10月的营收衰退 我为什么要买 重点是我们买了以后 居然还涨停板 而今天还创新高 我还要各位去思考 中间的道理 有没有 那你看 我们帮各位所顶出了 这些方向 帮各位所掌握的 这些标的 有没有在大盘 即便是一个 进三退二 进二退一的一个 过程当中 却是一档 接着一档的喷出去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本梦比行情 就这么简单 至于接下来 既然本梦比行情 已经发动了 如果我前面都没跟上 元宇宙的四根掌听板 更不用说了 不过讲到这边 我说过了 做股票 你不仅只要会买而已 你不是只要会买而已 尤其如果说已经累积到一定的涨幅 你要怎么样 你要懂得分段操作 所以今天很多人在讲 元宇宙怎么样 甚至于轰大电打到涨停 这个跌停板 很多人在担心 元宇宙是不是玩完了 有没有玩完 我想还太早 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些应对 我们做了什么应对 稍后来告诉各位 欢迎回到现场 我讲过去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做股票 股票有涨有跌 同样的做股票 你必须懂得有满有卖 所以我一直强调 分段操作 分段操作 即便你再看好它的未来 绝是要分段操作 为什么上个礼拜 我们要卖掉 车用三档股票 有没有 然后把资金转到元宇宙 那同样的 在元宇宙一发动 四天拉出四根掌停板之后 今天我们做什么动作 来 11月11号 会员都对时对价 来 9点39分 9点39分 会员请将2388威胜 先获利出清一半 先获利出清一半 为什么要卖 因为碰到百元大关 今天掌停板101块半 已经来到了100元的大关 各位都知道 只要逢50 只要逢100 甚至于100 500这种大关卡 基本上它就是会震荡 对不对 这过去我讲过N百遍 所以既然来到100块了 当然就会震荡 震荡你说震荡会不会拉回到哪里 往哪里在 对不对 你要看当时筹码的变化 我也不可能事先知道 可是你既然有机会 要出现震荡 要出现整理 我就先出一趟 我说过我做股票 向来不赌 所以今天我们做了这个动作 所以 今天卫生怎么样 来 看一看 我不是跌下来跟你放马后炮 一样会员 会员对时对教 9点39分 有没有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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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点39 这骗得了人吗 9点39啊 你看 如果你不懂了分段操作 盘中一度差一点跌停板 收盘也收在盘下 所以你看 分段操作重不重要 可是我也知道 我们一般的投资人 买股票你们很会买 反正 人们说什么 就买下去 但是我说过 一个好的买点 会决定你一次操作的输赢 可是不是只有买点而已 卖点也很重要 而偏偏我们一般的投资人 你都不懂得怎么样卖 因为你们不懂得去观察 核心筹码的变化 资金的一个流向 所以明明该卖一趟 你也都不晓得 你看我们卖掉的三档车 用到现在有哪一档过高的 没有一档是过高的 包含今天的威声 有没有 所以 这个就是我说过的 即便是一个对的行情 你也要用对的策略去应对 好 那至于接下来的本梦比行 你竟然已经发酵了 已经开始发动了 怎么样能够充分地掌握 这样的一个行情 我这样说好了 如果你认同我这样的一个作业模式 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 你也认同接下来本梦比行情 确实已然发动的话 那么锁定本梦比 我今天特别开放五个名额 让各位能够来亲自体验 我们的一个操作 如果你的资金 如果你的资金在200万以上 我开放五个名额 让你来体验我们的操作 体验什么 体验什么叫做为你量身定做 什么叫做可以让你从头跟到尾 尤其是我们最新锁定的股票 你可以在第一时间跟上我们的脚步 同步操作 但是就五个名额多了 也没办法 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中文字幕志愈地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